近年来大陆雾霾现象不断加重 波及范围席卷了大半个中国 影响人口多达6亿 不少外国人为了健康纷纷离开中国 虽然有外伤愿意发危险津贴 但许多外国人还是不愿意留下来 据中新网报道 近来大陆多地再受雾霾侵袭 12月24号 北京、天津、山西、山东、河北、陕西等省份的16个城市 空气指数超过300为重度污染 局部地区AQI指数已经达到500 并出现了重度霾 这已经是今年以来 大陆第三次出现大范围的严重雾霾天气 由于无法忍受持续的雾霾和空气污染 给自己及家人身体造成的伤害 很多外国人纷纷惜家带卷逃离中国 我一直一直在业中的霸面 被离北京 离去河河远 被离北京 三人身体移过自于OT 和另一人移至另一人移过其他地方 另一人移过去上海 同一人移过去台湾 三人移过中国人移过河远 據了解 目前一些外國人跟雇主商議續簽合同時 會要求公司付給他們額外的危險津貼 作為在北京繼續工作的前提 而危險津貼通常是公司派遣員工到 例如安格拉 奈及利亞等政治不穩定 可能會有人身安全威脅的地區才有的 可是在中國 一些外企不得不開出每年高達15萬元人民幣的危險津貼來留下員工 儘管如此 仍然有很多人拒絕高薪誘惑 選擇離開中國